把握大事板块,抛弃片门个股,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曼侃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1年1月25日8点30分,北京时间2021年1月25日21点30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欧洲严峻,股指分化 欧洲的现在疫情比较严峻,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整个欧洲,欧股跌幅有所扩大,英国富时已经超过了1% 西班牙跌了1.7%,西班牙大家可以不太注意 但是法国和德国的大家得注意一下 1.1,一个1.4都是下跌 而美股,我们来看 美股盘前现在标普和道指是往下跌的 而纳指是往上涨的 纳指现在往上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周末传来消息 在上周四就已经开始有大机构开始赌五大巨头的财报 就是FAC的财报 认为他们的财报会很好 从而推高股价 他们现在也开始建仓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可以看 现在纳指虽然是沿着均线往上走 但是我们可以看 多空这一块已经偏离的比较大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规律率 我们可以看 规律率现在已经上升 作为指数来说 它已经上升到234 这三个位置 特别是这个4 一旦规律率在指数层面如果到了5 那规律就比较大了 这是日线的 我们再来看月线 月线这规律就有点离谱了 月线有点离谱 而周线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上好保险 我明确跟大家说 有的人说 你老唱空 他也不空 对吧 我跟大家反复强调 我说我没唱空美股 我说的是美股在这个位置 应当有一个调整 我没有说它有一修正 就说崩盘了 10% 20% 我说这个 现在看可能性不大 那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5%左右的调整 那是必要的 否则再这么上去的话 如果再砸下来的话 那可能就5%就解决不了了 而上上周 从上上周开始 它其实这块有一个小条 但是呢 拿尺子一梁 基本上调整3% 离我5%的距离呢 还差一点 我觉得呢 没有调完 那么由于现在 纳指又上一个台阶了 那我们可能就要注意啊 这个5% 当时咱们认为是应该调到是 12,650点 那么这块要是下来呢 可能就到不了这个位置了 就上一个台阶了嘛 上一个台阶了 12,800到13000啊 这一块就是一个台阶 就能够承接它 但是我依然现在觉得应当有一回调整 呃 原因是什么呢 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来说 我们可以看现在纳指啊 往上涨 并不是普涨了 不像前一段 11月份到12月份那会儿是普涨 这两天的拉 主要集中在头部的这几大企业 头部的这几大企业 咱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第一是它的财报要公布 应当是业绩报都不错 这是第一点 呃 所以基金公司呢 都开始配置它 基金公司配置它之后 拉动着指数往上涨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基金公司配置了之后 都会有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配置之后 一旦指数拉起来 它的其他的主力的 曾经的持股 就都会快速大幅减操 啊 就是在股票市场当中 它做一个平移 做一个平移之后 一旦它平移完成 就会砸这几大巨头 把这个几大巨头稍微的砸 砸出了一点 因为几大巨头是咱们散户嘛 炒股炒的比较多的地方 一旦砸 散户当时还不知道呢 这就应了咱们的武侠小说里的 常说的那话了 叫金风未动缠鲜小 暗算无偿死不知 有些散户就可能是不知道 机构的这些暗算这招法 一旦机构完成仓位的平移 平移之后 它把资金集中 因为小股票吧 它要是说直接往外抛 它抛不出去 因为没有人接嘛 没有那么多散户在里头接盘嘛 大家都看互相看着 一看你跑我也跑 对吧 这样它就卖不出去了 它借着拉指数 把它的那些仓位逐渐的抛完了 由于大型的这个科技巨头里头啊 散户啊 或者一些不太了解这个金融市场的人都在里边 它比较容易出货 在这个时候 有可能 我不是说绝对啊 就是有可能 这波拉升 是掩护主力 在平移之后 准备 有一波调整 主要是 把这个前期的获利盘进行一个了结 它并不是说直接做空头 把前期获利盘了结 然后让股指往下调整一下 特别是这五大矩头经过 一段时间的横盘之后 突然间拉升 有业绩的成分 也有市场在高位 掩护中小股撤离的成分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这是第二点上涨的原因啊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 这块 对吧 整个的欧股现在都不是特别好 那么大家呢 可能又会想到了周期股啊 可能不行了 是不是这几大巨头啊 又是科技股 大家的资金就都开始往那转 这样也拉动了纳指往上涨 这是纳指往上涨的这几点原因 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 咱有句老话 叫人欢美好欢 猪欢要升天 如果在这个位置 它只仅仅靠 这几大巨头往上拉 因为我们今天发现啊 大家可以看我这块 Russell 2000 有一个小调整啊 有一小跌 道指 跌的就比较大了 标普刚才是跌的 注意啊 它是刚刚分 它是刚刚 变阳线 我把这个 现在阳线我又给调回来了 按照咱们美股的习惯 我把这阳线给调成了 这个绿涨红跌 现在是绿 绿色的是涨啊 绿色的是阳线 大家可以 其实可以看啊 就是空心的 这就是阳线 实心的就是阴线 标普我们要打开它的分时图 就看得非常明显啊 它的上涨 是刚刚拉起来的 本身 它早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啊 早盘的时候是跌着的 然后刚刚又被拉涨 像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注意 Russell 道指 标普 刚才都是在下跌当中 只有纳指在涨 现在的标普呢 被纳指带的 稍微起了一点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 大家对欧洲这块的反应啊 还是比较强烈的 因为英国说了一句话 说新的病毒啊 不光传播的坏 可能是这个 毒性还比较大 致死率还比较高 这些是坏了啊 一般的情况下 这病毒啊 都是传的快 它致死率就低 英国这句话一说出来 就让市场就开始 有一定的担心 所以传统的工业的 道琼斯 就开始下跌了 那么 小企业受到 打击的小企业 可能会 有所反应 那么现在 这个Russell 2000 也开始往下走 只有这几大巨头 在往上拉 大家呢 可能是基于疫情啊 避险情绪啊 各种反正 各种理由吧 都在往上走 这个纳指 一旦这个纳指 走完了 财报 即过去了 那么财报 即过去了之后 可能拉升几下 它就要出货了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 可能就会 有一波调整 这个调整呢 还是那句话 我用的是调整 不是修正 修正的比较大 调整我觉得 5%的范围 应当是有的 这是我依然觉得 在这个位置 那么有的人说 说我 不愿意做空 我您可以不做空 我一直是跟大家 美股的踏空风险 也远比美股的下跌风险要大 所以我前一段跟大家说的 一直就是让大家降低仓位 不是让大家空仓 从来没有让大家空仓 我还给大家说出了一个 我说仓位比例 差不多就是 激进一点的 七成 温和一点的 半仓 您说我胆更小一点了 三到四成仓位 您再配一点点 这个空头 就是配一点点 不是个股空头 指数的空头 您可以配上一点 也就是说总仓位呢 控制在3.5 这是胆子比较小的 胆子比较大呢 总仓位控制在七成 但绝对不能超过七成了 一般的情况 我们就半仓 再配一点点指数空头 这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仓位比例的话 我觉得呢 是比较合适的 总体上来说 纳指上到这个位置 标普上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不太可能 直接像标普 直接冲4000点 这块呢 我现在依然表示怀疑 但是呢 为了避免它空 我们持有一定的股票头寸 我们看着 我明确跟大家说 即使做空 现在千万不要做空个股 个股 它指不定 它什么时候 它就抽风 往上跑一下 由于现在整个市场情绪的问题 你做空 也是只能做空指数 做空指数 对冲一下 你到现在手里的 个股风险 不要说是 轻易的做空个股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播报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明天呢 还是 每周两股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